手游酷玩 大家好我是来自手游酷玩的在这里啊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这个 好好感觉说是排位赛 然后今天玩的这个地图是石膜乐园 跟着感觉现在排位赛 因为我的段位比较低 所以说特别的简单 可能到后面的话就谁都跑不过了 这也很正常 这个风水轮流转啊 只有前期到我家 后期总是跟我不缘啊 这个后面可能大神太多了 我就没办法占我这个租平车的有势了 我现在这个突袭 之前我有点后悔了 我是通过多少金币 我忘了啊买的 买完之后呢 我发现永久其实跟那个差点太多 但是由于当时有点头脑发热啊 我就认为现在用的话可能效果比较好 然后就是直接租平了30天 然后现在30天眼看就要过了 现在吸了有点火啊 这个可能这个段位只够我升到这个白银啊 升完白银之后可能 哎这个换回这个吸引的 就是原浅那个 刚开始送的那个车就什么玩意来着 我还我还不是那个车 我是那个新手卡顶车啊 之后啊可能就会被一路狂虐啊 然后掉回到青铜 然后就开始在青铜白银之间挣扎 那这也就很正常的一个现象啊 前两天我同学还跟我抱怨说 这个现在 无论是什么游戏啊 打排位都变得异常的艰难 不是对手太菜啊 就是对手太强 怎么说呢 这个东西得看大家怎么想 因为很多人其实 都有玩游戏直打排位的习惯啊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是 他们从来都不玩别的模式 就很少玩基本上就天天排位啊 也不嫌烦我也不弄明白啊 哪来那么大耐心天天打排位啊 但是他们就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然后端位并没有什么太大提升 他们给我的理由总是啊 就是对手太强 然后对手太弱 其实嗯 有句话我也说的很对啊 电子经济菜市原罪啊 这个你看年间的什么大费 一神带四坑不一样 挺进世界局赛吗 就是啊大家还是要加油啊 这个实现目的啊 不是我们的最终愿望 最终的愿望是靠自己一个人实现目的啊 这个这个地方还是啊 我已经把这个后几名远远的甩开了 可能这把除了我以外 我感觉应该是没人能完成啊 因为我现在跑到这个地方 我没看见艳和一个第二名 啊这差别太多了 啊我看到他们在哪了 但是十秒钟时间不够了啊 这个百分之百应该是不够了 那我们就在终点等他没会儿吧 这个游戏啊 嗯最大的问题就是 大家在打牌位之前 我推荐先开始玩竞速模式啊 因为这里的地图是随机的 就是有可能你会随到一些比较难的地图 有可能随到一些比较简单的地图啊 这个就是看个人了 就是你自己是什么 感觉就是我可能对地图比较熟悉啊 我就会 你就可以选择直接开始比赛 如果你感觉啊 我对地图可能是还不是那么太熟啊 那我们就开始从基础的这个竞速模式开始 因为跑卡电池 跑卡电池这个游戏 其实有三点要素是最重要的 第一点就是地图的熟悉程度啊 地图越熟悉 可能你的失误就越少 第二个就是你本身的这个操作水平 操作水平越高 就是漂移减少的时间越少 第三个就是车的质量啊 车这个最高速度确实差的挺多啊 就有的车比较快 有的车特别的慢 那今天视频呢 到这里差不多要结束了 今天给大家带验试跑卡电池 感谢你的粉丝观看 让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